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另外第五集里面我们看到了德洛斯要对Teddy下手 在第六集的前半段就看到了成果 现在Teddy已经不再是极富情怀 是变成了一个能血版的杀手 这些的转变就让德洛斯一开始也不大习惯 而关于这一段我前面有点猜错 Teddy与德洛斯这对人是持续连在一起 只不过现在变成两个人都杀开了 在延续的第三集抓到Peter的这部分 Sharot他们回到了平顶3的总部 安置了Peter之后向外面发出了救援讯号 一群武装用兵取代了Ashley这边的保全小组 开始进驻并掌控总部这边的情势 而Sharot则是在想办法 企图要从Peter身上取得重要的资料 Bernard与A.O.C.这边 今日第四集造访过穷尽James接待员的实验室之后 两个人是沿着铁轨前往总部 在这两集里面仍是设法要恢复整个园区的正常运作 而且可说是目前整部影集里面可自主 最理想化天真的两人组合了 A.O.C.不知道Bernard的双手已经沾满了血清 还以为Bernard是善良认真要扭转形势的人 而Bernard也不知道自己潜意识被控制 并将要面对更多更大无法控制的局势 两个人是来到了母潮记忆资料库的所在地 由Bernard自己连线到资料库 A.O.C.是查出园区失控的真正原因 Bernard在这边是用自己的控制元件来连线母潮 所以在剧情里就看到A.O.C.用机器直接帮Bernard切开头盖骨取出了控制元件 而接下来Bernard发生的事情就在母潮的系统里面看到了虚拟情境 Math延续在幕府世界先是歼灭了将军的部队 再回到小镇与武藏与Hector他们集合 然后接着大家是一起前往了血无旁的神社 要来火化小鹰的心脏了却欠的心愿 而双方Math老家结千入口刚刚好也在这里 所以大伙接着就由这里转回去了西部世界 虽然有人会认为幕府世界是很跳脱的一段剧情 然而个人认为既然故事要表达有六个园区存在 所以尽管过程不是很长 但Math在这边获得了更进阶控制接待员的超能力 体验的气场壮力不同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也有一种从镜面世界检视自己的过程 所以这段日本之旅还是有相当画龙点睛的效果 而接下来就加快了速度 Math虾场出现时就已经是来到了老家这边了 在黑衣人与女儿Emily同行的一小段旅程中 黑衣人是发挥了她疑神疑鬼的特性 怀疑这个女儿不是真的 其实是一个接待员 认为这个也是Ford拿来阻止她的一个伎俩 而且里面有些对话应该是黑衣人用来故意测试Emily 但其实剧情也还没直接表明这个Emily是否真的 接着隔天黑衣人就直接放鸟了Emily 不过说实在的个人认为这个Emily是真的 里面黑衣人应该是故意说错了一些细节 用来测试Emily到底是真是假的 然后再发现Emily是真的之后 黑衣人才决定不想让女儿跟着她的 而就前面所提到过的 其实六七两节的重点已经是在开始收拢之前发展出来的剧情线 都是为了抢救B的开火车冲撞总部的行动 是真的把第二季的剧情推向了一个高潮 其实说实在的 这一段的故事群要六七集一起看才是一个完整的叙述 在Bernard自个奋游连线母潮之后 镜头是带Bernard搭火车进入了西部世界的填水镇 镜头是来到了第一季的一开始初次来到铁水镇的那副情境重现 然后在一只狗狗的带领之下 镜头是看到了Ford是出现在酒馆里面等着他 而在Bernard的忙着连线母潮的同时 另一方面德洛斯也刚好放火车头沿着铁轨冲进隧道 并引爆总部底下的车站 在第七集的一开头是一段很长的序幕 描述的骄傲在经过调查之后 终于发现Bernard是接待员的事情 而且在一个密室里 大家也看到了有一批没有启动的Bernard 而这段其实是发生在发现大批接待员尸体之后的剧情 所以这集是利用比较后面发生的剧情来捣叙 说出了接续在第六集后面发生的故事 包括都是他们杀进总部和与骄傲的他们所发生血清枪战冲突 以及佛罗像Bernard透露了他一部分的重大计划 不过呢这里要先来看看Math与黑人这边的故事线 虽然Math在她老家找到了她的女儿 但算是造化捉弄人 她的女儿根本不认识她 而且剧本也另外安排了别的妈妈 甚至故事剧情还是不断的重演 鬼公园著名再次出现在牧场里面要来追杀他们 所以Math这边便决定介入来保护她的女儿 不过更糟糕的是黑人漏人时他们也刚好来到了牧场这边 而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在第一季时除了是鬼国的原住民之外 Math的另一个梦业就是黑人入侵她家的部分 两个人在这边算是冤家入宅 终于又再度碰了头 Math因为有事前鲜明的痛苦回忆 而黑人则又是一神一鬼 再度认为Math是因为Ford在搞鬼 于是两边就这样打了起来 所以说这段过程是一次交代了Math与黑人 这是两个人在第二季里面第一次的碰头 三次梦有带救兵来救援 但却造成Math受伤被带往了总部 女儿则是被原住民给绑走Math再次失去的女儿 黑人这边更惨不然是重伤 而且Lones与其他同伴都已经挂掉 只剩下她一个人 不过个人推测后面可能会被跟过来的Emily 给拯救了也说不定 而绑走Math女儿的原住民们第八集 也将会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 在预告已经可以明显看到以一个鬼国借待员为主述的预告介绍 同时可看得出来这个角色也会是个觉醒的接待员 回到总部这边的大暴动 赶在德洛斯他们摧毁母巢之前Bernard还是有完成了任务 由Fort Bernard的对话有解释了很多疑惑 第一像是园区30年不变的剧情 其实是要用来收集解码所有客户资料的缘故 这个是有呼应符合了第二集 我也对James游说时所说的一个规划 第二这些收集的资料是为了下一个目标 用来将人的心智可以复制到接待员 要说到出拥有原来的心智并可以永生的躯体 第三Fort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是与德洛斯合作 经历了相当高完成度的Arno的版本 可以看得出来对比的James Bernard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案例 第一次Fort后续还有更长远的计划 在这里就没有透露太多 包括像是山谷彼端 Fort究竟在打算什么之类的 可能就留待后面几集才会慢慢告诉大家咯 而德洛斯Teddy杀进总部之后 虽然是牺牲惨烈 但引爆了母巢整个资料的部分 也拿到了Peter的控制元件 相当Bernard后来是破坏了总部的系统 这部分算是正式解放的接待员 接待员不会再受到总部系统的控制 不过Bernard前面的一些母巢的动作 其实有点像是将Fort下载到Bernard上面 Bernard开始看到Fort的影像跟着他 只是他执行一些动作 甚至后来接管了Bernard的身体 所以说经过了第七集故事剧情整个大洗牌 各个主要角色的状况是 显入一个更难预料的不明状况 而在第七集的最后面剧情又拉回到后面的故事线上 看到了消耗者透过拷问Bernard 获得了Peter控制元件的所在地 但更认为这部分肯会是Fort的陷阱 透过Bernard告诉消耗线索 将其他人也都引到了三谷彼端 另外加上前面还有一段不明的剧情 也一样与三谷彼端这边有关 所以可以预期第二季最后的关键 三谷彼端上面将会是热闹滚滚哦 然后彼端那边到底有什么呢 由于Fort的说过要给Bernard的机会 嗯所以更推测可能会是给Bernard 带领其他接待员离开 会是一个门的出口吗 或是一个通往摧毁大家武器门的入口呢 后面到底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还是要继续追下去才会知道咯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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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